这是现存最早的台湾影像 由一个名叫约翰·汤姆生的英国人 于1871年游历台湾南部时所拍摄 他们凝固着十九世纪中满期 台湾的社会风貌 也留存下探寻台湾历史的一丝端倪 这张照片上 斑驳残破的城门是安平古堡的一部分 虽然古堡依然烟废 但足以令人想象它曾经的高大坚固 而镌刻在城门上的荷兰文字幕依旧清晰可见 在拍摄照片的两个多世纪之前 城堡叫做热兰遮城 而伴随着这个荷兰语名字 东亚海域开始卷起 巨浪狂澜 当台湾进入西方人的视野 它就这样裹挟着海域天风 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地处中国东南海域 西革台湾海峡 与祖国大陆相望 兰语 绿岛等21个附属岛屿 以及澎湖列岛环绕在它周围 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秦汉时代它被称为岛夷 东夷或夷州 隋代以后又被称作流球 而台湾之北台湾 是从明代开始的 当时民间对台湾有大元 台元 台元 台窝湾等多种称呼 万历年间官方正式启用台湾一词 元氏祖治元18年 公元1281年 元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 隶属于福建行省泉州路铜安县 这是中国在台湾地区设立正式建制的开始 1563年 明政府重设澎湖巡检司 并布置兵力以防御倭寇 当澎湖变为抗倭前哨的时候 欧洲人已经迎来属于他们的大航海时代 随着15世纪末好望角和美洲大陆的发现 欧洲船队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 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市场 地理大发现以后 全球各个州的贸易、韩行 都紧密地串联在一起 帮谁而来的就是包括宗教 地理知识 各种科学的知识 文化上的交流 当时从事航海贸易 最重要的就是欧洲的国家 除了贸易崛起财富之外 其实还包含着掠夺 建立殖民地 那个是雪与火交融在一起的一段历史 伴随着欧洲列强在海洋上展开的商业竞争 太平洋上偏出异域的小岛台湾迎来命运的改变 而向来平静的台湾海峡也开始变得不平静了 在从明朝政府手中租接到澳门之后 葡萄牙人得以频繁进出台湾海峡 前往日本从事贸易 眺望着如翡翠般嵌入大海的台湾岛 他们不由赞叹道 岛 美丽 于是福尔摩沙这个名称就此传开 意思是美丽岛 但葡萄牙人并不曾登上这座美丽岛 闯入这片土地的 是他们在海上后起的竞争对手 河南人 十六世纪末 荷兰摆脱了西班牙人的统治 赢得独立 并掀起欧洲大陆第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由此占据了欧洲贸易的绝对领先优势 当时荷兰人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 航行于大西洋 印度洋和太平洋 被称为海上马车夫 荷兰人开始充当拓展世界市场的主角 1594年他们占领爪哇 将巴达维亚建筑成一个都市 即今天雅加达的前身 以巴达维亚为中心 荷兰人掌控了广阔的商业和贸易垄断权 向西远至印度和西兰 向东延伸到马鲁古香料群岛 1602年 荷兰政府将14家 以东方贸易为重点的公司 合并组成联合东印度公司 并赋予其部分国家职能 它可以雇佣士兵 发行货币 行使司法裁判 成为荷兰在东方 进行殖民掠夺的工具 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 就是我们简称的VOC 是成立1602年 它的本质就是一个商业殖民机构 是17世纪为荷兰人 在远东地区 那个殖民扩张的这么一种组织 它的背后是国家 它可以代表国家在海外 去占领地旁建立据点 甚至更加打仗构河 这样的等等的 这样的一种行为 被那些外来者称作 福尔摩沙的台湾 也一直是荷兰人觊觎的对象 那里是一片丰饶的土地 一望无际的稻田和甘蔗田 使海岛成为巨大的粮仓 丰富的海产 以及沿海滩图地带的晒岩叶 则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 这无疑是荷兰人梦想中最复数的殖民地 它们开始蠢蠢欲动 终于1622年4月 联合东印度公司出动一支 由12艘舰船 一千多名雇佣军组成的舰队 配备着精良的火炮火虫 向台湾海峡进发 7月 荷兰舰队登陆澎湖 在封贵尾半岛建造了一座堡垒 就此盘踞下来 此时台湾海峡处于澳门长期贸易航线 和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 厦门马尼拉贸易航线的交汇之地 成为荷兰人妄图控制的目标 台湾海峡的地理之分重要 中国人前往日本要走这条航线 葡萄牙人后来也是走这条航线 西班牙人从马尼拉到拉丁美洲 也要走这条航线 正是因为这条航线所具有的巨大重要性 所以荷兰人才要占领它 冥王朝感受到巨大的危机 御令福建巡抚南居易备战澎湖驱除红移 收复澎湖的战斗在1624年2月8日拉开序幕 明军动用了近50艘大型浮船渡过台湾海峡 近击澎湖 荷兰人退守封贵尾堡垒 凭借尖锅的城防和精良的火器赋予顽抗 战事一直持续到这年8月 失去耐心的南居易亲自都帅明军发起总攻 面对明朝大军压倒性的攻势 荷兰人紧急央请日本平复的华商头领李旦居间调停 表示愿意拆除城堡撤离澎湖 赶来斡旋的李旦是一位颇为神奇的人物 他长期在日本菲律宾一带进行走私贸易 在西洋人当中颇有影响力 甚至被他们起了个中国船长的绰号 李旦还带来一名通义 李旦还带来一名通义 这是一个通晓葡萄牙语和日本语的年轻人 他负责将明朝官员说的闽南语或南京官话 翻译成荷兰人听得懂的葡萄牙语 年轻人名叫郑之龙 小名医官 因为闽南人彼此都称对方 像大官人 大官 大官就讲家里的男人 家里的家长叫大官 大官人 福建人都称男的就称官人 那因为郑之龙是长男 所以称为一官 郑之龙就是郑成功的父亲 这是他第一次出现在西方人的事业 而衣官这个闽南人常用的名字 日后将给这些西方人留下深刻记忆 由于武力较量上的落败 荷兰人已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 1624年9月10日他们不得不撤出已占据了两年之久的澎湖 就在荷兰人撤离澎湖之际一个消息自日本传来令年轻的通义郑之龙欣喜不已 他的长子郑成功已于半个月前在平户降生 平户位于日本九州岛西北端隶属长崎县 是日本本土最西端的城市 虽然只是一个小海港 但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中叶 平户却是盛极一时的国际贸易港 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实行锁国政策 唯有平户被疲惫对外贸易的窗口 而这里因此被形形色色的走私商人视为天堂 正是在平户依靠走私贸易 李旦崛起为整个东亚海域名头最响最有实力的大海商 也正是这一点让四处逃生路的郑之龙踏海而来 依附于他的门下 泉州南安石井镇 这个福建东南沿海的小镇就是郑之龙的出生地 距离金门岛仅数海里之遥 山多田少贫穷孤立的闽南 孕育了无数到海上追求财富的冒险家 而郑之龙长大后走上的 同样是一条漂泊海上的人生道路 1621年 17岁的郑之龙来到澳门 开始从事走私贸易 并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 后来为投靠李旦 他又来到日本贫户 他的长子郑成功 因此出生在异国他乡的贫户 这片名叫千里滨的海滩 就是郑成功的诞生地 据说郑母临盆时 正在海滩捡食贝壳 虽分灭于一块巨石之上 那是1624年8月26日 后来郑成功而诞时 成为历史圣迹 共世人瞻仰 祭拜 一拜 再拜 三拜 佩佩 佩佩 那是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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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日本九州民间仍然延续着 对郑成功的尊崇和季奉 每年当地都要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 祭祀他 缅怀他 在这里奉祀郑成功 已成为世代传承的一种信仰 郑成功为什么在日本九州地区 受到这么大的欢迎 他反射着日本民族 对华夏义官的一种眷念 反射日本这个民族 对华夏义官的一种仰慕的投射心理 在郑成功诞生的这一年 一位名叫颜思奇的闽南海商 则开启了他一生中 堪称伟大的事业 托肯台湾 笨港 在今天台湾云林县北港镇一带 三百多年前 那里还未被泥沙淤塞 是台湾与大陆交通的主要港口之一 一六二四年 一六二四年 颜思奇从笨港登陆进入台湾 随后他派人赴漳州全州招募移民 进行拓肯 随着一批又一批大陆移民渡海而来 他们将开启的农田从笨港拓展至云林 又从云林拓展至彰化 拓肯台湾奠定了未来开发台湾 建设台湾的根基 拓肯台湾也奠定了日后驱逐荷兰殖民者 收复台湾的基础 收复台湾的基础 然而就在大规模啃荒的第二年 1625年秋天 颜思奇因病离世 年仅37岁 这位英年早逝的传奇英雄 被后世尊为开拓台湾的先锋 郑成功诞生的这一年 是颜思奇开始拓肯台湾的这一年 也是荷兰人近战台湾的这一年 这历史的巧合 或许也是历史的因缘忌讳 路尔门因两岸沙角形似路尔 航道狭窄如门而得名 这里是台湾岛西南沙洲群中 一处较大的潮溪口 在海潮的作用下 它成为出入外海的重要港道 三百多年前 外海的海湾被称为大圆湾 但今天它已不复存在 数百年的泥沙使这片海域彻底淤沸 那时大圆湾分布着十一座沙洲 于海岸线围成一片细湖内海 称台江内海或台江 1624年 荷兰人就是从路尔门进入台江 登陆台南 虽然被明朝军队赶出了澎湖 但他们图谋台湾的野心 并没有就此作罢 为永久占据台湾 自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刻起 荷兰人便开始在台江西侧 修筑城堡 作为立足点 规模宏大的城堡 历时近二十年方告郡公 被命名为热兰遮城 这个名字取自荷兰热兰省的省名 但台湾的汉人却称其为红毛城 红毛是他们对这些红发碧眼的入侵者的称呼 这是位于台南市安平区国盛路82号的安平古堡 它的前身就是热兰遮城 但今天所能看到的 只是一些成员残器和建筑遗构 你看这道墙到现在已经382年了 这是全台湾最古老的一道城墙 那么它的水泥来自印尼的爪窝 水泥的话就在这边做的 荷兰人的头发红色 所以我们叫它红毛 所以他们的水泥叫做红毛土 是用黑糖水 糯米汁 牡丽壳灰来做的 黑糖要烧到会连 牡丽壳的话烧到变成麻薯 牡丽壳灰的话烧到270度 那么你用冷水一泼它就爆炸了 记得用热水起来搅拌 这就是荷兰人的水泥叫做红毛土 1653年 台江内海东侧又兴建了普罗明浙城 它的遗迹就是今天位于台南市赤看街 与民族路交叉口上的赤看楼 当时台江潮水可直达城下 而在闽南雨中水涯高处被称作看 加之城楼砖瓦皆红色 因此汉人称其为赤看城或赤看楼 借助热兰浙城和普罗明浙城 荷兰人窃据了台湾 将其沦为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委任统治地 台湾在当时的整个荷兰人的商业网络里面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 这个支点可以让他们获取商业利益 获取中国的商品 另一个方面台湾又是处在东北亚 一直到南亚的交通要道上 荷兰人跟西班牙人跟葡萄牙人的矛盾 他们要去堵截对方的山床 或者打击对方的势力 就是以台湾为据点出发的 此时的冥王朝承受着内乱风起 和满洲崛起的双重压力 忧患深重 风雨飘摇 对东南海黄已有心无力 对孤悬海外的台湾岛更是无暇顾忌 台湾就这样走入一段黑暗的历史时期 而这段时期将长达38年 七岁之前 郑成功一直随母亲生活在日本平户 1631年 他搭乘商船回到祖国 居住于泉州府晋江县安平镇 尚在童年的郑成功 对世事还是一片懵懂 他并不知道他所身处的年月 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而他未来的人生将注定 在这样一个充满动荡与激荡的时代 身邪风雷 缔造 传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